夫妻如何相处 是古往今来的难题 值得一生慢慢地研习 夫妻是这辈子陪你最久的人 想要感情经久不衰 想要爱情一直甜蜜 最好做到三多三少三不要 夫妻知道 三多 第一多 多尊重 尊重就是唯一 尊重就是诚恳 尊重就是背叛她的事不做 尊重就是伤害她的事不为 夫妻懂尊重才会有爱种 第二多 多陪伴 低谷的时候 她想要陪伴 你要给她 委屈的时候 她想要陪伴 你要护她 不要拒绝陪伴 手机不是爱人 生活需要感动 有陪伴的夫妻 才有未来可期 第三多 多包容 两口子一辈子磕磕绊绊 跌跌撞撞 总有分歧 总有摩擦 出现问题 没有啥 不懂包容才可怕 懂得包容 你让一步 我迁就点 彼此之间才有温暖 夫妻知道三少 第一少 少唠叨 女人一定要少一些唠叨 没有哪个男人喜欢 没完没了的抱怨 无休无止的指责 唠叨改变不了问题 男人也听不进去 多一些耐心和鼓励 感情反而更甜蜜 第二少 少嫌弃 男人不要嫌弃自己的女人 为什么没有结婚之前 那么善解人意 女人结婚之前是公主 结婚之后是保姆 你要多体谅她的不容易 第三少 少质疑 不要总是猜忌对方 婚姻切记猜测不断 猜测呢 会让一个女人心累 猜测会让一个男人计较 少一些质疑 多一些信赖 才能让彼此越来越爱 夫妻知道三不要 第一不要 不要与异性交往过密 如若你的伴侣 介意你和异性交往过密 请你一定要保持好距离 异性是一时的风景 总有凋谢的时候 伴侣才是一生的挚爱 要分清 孰清孰重 第二不要 不要把付出当成应该 即便是相守一辈子的夫妻呀 也不要把对方的付出当成应该做的事 夫妻之间要有感激和回馈 珍惜对方的付出 回报对方的深爱 才能让对方平衡 才能让婚姻持久 第三不要 不要因爱卑微了自己 即便步入了婚姻 也是先有个体 才有家庭 也是先有自己 才有对方 千万不要因为爱一个人 忘记独立 丢掉自己 讨好他人 卑微自己 否则一定会活得很辛苦 一败涂地 男人 记住 甭管你多么有钱 都不要忘记和你过苦日子的女人 这叫良心 女人要记住 甭管你多么爱人 都不要对一个人过于逢迎和卑微 这叫骨气 事态炎凉 男人要呵护女人 人生不易 女人要体谅男人 少年夫妻老来伴 一日夫妻百日恩 对待夫妻多些感激 一生的贵人 仪式都要珍惜 这里是误人声 感谢您的聆听 感谢您的聆听